石头,你在哪儿啊?周老师快来了 我这儿还有点事,你和周老师先聊吧 我一会儿过来 穿行在直街,骨巷深处,木门虚掩 椅子全部靠边 杨坤穿着练功服,绕着桌子柱子 快步,慢步,快步,慢步 这种穿步,只见人在移,不见脚在动 杨老师,这个传席所是什么时候建立的? 建立在2019年 是一个昆曲的分享的会客厅 我们会有一些昆曲的普及分享会 还有画脸谱 然后在他们幼小的心灵里面 拨下咱们中国传统文化的 这么一个艺术的种子 杨坤从小受到母亲熏陶 喜欢唱歌跳舞 妈妈是小学语文老师 非常热爱戏曲 也教孩子们唱歌 小时候杨坤记的妈妈 经常一手抱着弟弟 一手牵着自己去听戏 晚上听完戏 晃荡着脑袋 快要睡着了才回家 杨老师 听说当年在江山艺讯班的时候 你死活都要到杭州来学戏 捡了几件衣服 打包了戏软 扔过墙头就跑了 其实他们是编过头了 当时作为这个引进人才 然后到的浙江工具团 也是审文化厅引进的 那一年是您入行第几年 第三年吧 我十九岁 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受这位训练的 我十七岁的时候 因为已经长成型了 然后你还要就是去超负额的去练 就非常苦 每天要哭个五六次 因为上午一节腿工 要扳腿软毯子工 这些都要练 这个就是生理上的 就是你要去对抗它 我们一直都是封闭式训练的 后来我爸爸来看我练功的时候 我那天还不知道 因为我是近视眼 就是远远的就是 反正看到有家长在那 后来我妈妈说 我爸爸看到我练到那个程度 就是他都不敢相信了 然后偷偷地抹眼泪在那个柱子后面 只能坚持了 因为这是我自己选择的 千禧年将至 永家昆剧传习所要排张协壮远 需要借人 省文化厅和浙江金昆艺术剧院 就派了杨昆 张协壮远参加了2000年 首届中国昆剧艺术节 成为一匹黑马 一举拿下了优秀剧目奖 凭这部戏 杨昆后来获得文化表演奖 当时呢就要坐十几个小时的绿皮火车 然后呢再要乘渡轮 到的永家 那后来去上海就学了是吧 去上海那就方便多了 五点多起床 赶上六点零五分的高铁 大概七点三十九分就到了上海 正好赶上这个上课 早课 美人是什么 是一席粉妆在桥上栏杆后面露出的小半截身影 仿佛一抹不愿退去的春色 是把长征桥边的春夏念成了诗 轻轻煽动便是小河之美的珠唇 美人与小河永不迟目 就像代代相传的情操 就像灵水的那颗老香章 裹着雨雪风露 欲发青葱 你怎么才来啊 上次我看你挺喜欢的 就 这是你亲手做的呀 打了两下 但是师傅嫌我手笨 所以也没有多大 这跟上次那个好像长得一模一样 上次可是你喜欢吗 夏天的锻造间一定很热吧 辛苦你了之后 没事你喜欢就好 毕竟有你在的地方才叫夏天 没有你在 这只是一个很热的八月 新年轻薪佛祝 佐,到了 优优渣 感谢观看